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今天我不做茶餐廳了 做一個炸菜豆干肉絲 都是我小時候媽媽常煮給我吃的菜 通常用來拌麵來吃多 拌飯也一樣好吃 做法也很簡單 現在就馬上開始 現在先看看材料 這裡有肉絲, 有些包裝的炸菜 豆腐乾的市場米 就是這一種的 蒜蓉, 蔥頭, 芫荽, 還有浸好的冬菇 你用鮮菇也可以 肉絲我剛剛提前先切好了 因為我免得手很軟 每次看相機都弄得髒了 所以我先把肉絲先切 現在第一件事, 我先把這些炸菜拆出來 你不洗的話就會超級鹹 炸菜我會全部放進去, 一包都不少 我的肉絲也很多 現在先洗一下 另外, 這裡有些冬菇 如果冬菇沒有預先浸 像我剛才這樣 你可以用40度左右的溫水 加一茶匙的糖 和三粉 它浸出來就會快很多 這個菜是一個很簡單的菜 通常避了一下會麻煩一點 一避就避多些 做完之後, 放在雪櫃 要吃麵, 吃飯的時候 就拿出來去送 肉絲, 我現在簡單醃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會醃它太重 因為本身炸菜那些全部都有鹹味 半茶匙的糖 三份 一茶匙白胡椒 半茶匙 然後, 豉油 大概一湯匙 簡單醃一下就可以了 一湯匙水 好像上個影片一樣 再加少許油 大概半湯匙就可以了 一片薑 把我整片放 冬菇 很小心地擀一半 小心不要切到手 全部擀一半 這樣就可以細小一點 這裡就是今天要的材料 包括肉絲, 豆腐肝, 冬菇, 榨菜, 薑, 蒜頭, 蔥頭 還有一些芫荽 芫荽是最後才放的 調味料方面, 主要是豉油, 雞粉, 糖 白胡椒, 還有料酒 這個菜, 用什麼鍋子都無所謂 你們自己就用自己合適的鍋子去做 如果你不想太多油 就建議容易結鑊, 最好 現在先幫豆腐輕輕地飛一飛水 裡面我加少許鹽 水滾, 我就放豆腐下去 煮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用水灑過去之後 豆腐會軟一點 下一個視頻就是做這個港式炸雞腿 我今天就不想吃這些茶餐廳的東西 所以就做了這個家常菜 想想一下, 後來不如泡出來吧 溫度適合之後, 你就加點油 攪開一點肉絲 蒜頭, 蔥薑, 放進去 蒜頭, 蔥薑, 放進去 不早就放, 不想蒜頭和蔥薑 爆到焦了 肉絲炒得這麼多之後 先把冬菇放進去 把水分炒出來 炒了冬菇之後, 把豆腐放進去 跟炸菜 放進去 不夠熱了 再把火熱 讓它熱一點 我加一點白酒 大概一湯匙左右 旁邊這些都黏住了 不要緊, 沒所謂 黏住了 待會我加水 所以這些都會脫出來 煮進去 我先放兩湯匙的時候 一、二 白胡椒粉 一茶匙 糖 一茶匙 好, 炒到這裡 我開大火 加一點熱水 把底部的味道 放進去 洗鍋 把底部的味道 所以我就說 黏住了 不要緊 現在就把水分收乾 怎樣才能收乾 你一收到水分乾 乾了 你就會聽到油的聲音 一茶匙的雞汁 這裡我就加大約一茶匙的老抽 然後拌勻 把顏色 黑一點 不是, 白色 看起來好像 沒那麼滋味 顏色, 漂亮很多 我炒這個肉絲 我喜歡炒得比較鮮 我會加重味 因為我通常用來送麵條用 最後加芫荽 就完成了 芫荽一定要最後加太早 加的話 香氣會沒有了 這個家庭版的炸菜豆干肉絲 就做好了 用鑊炒香一點 建議用鑊炒 我還是嘗嘗 不受過, 怎麼知道 味道會慢慢 沒有鑊那麼香 是差勁的鑊 炸菜豆腐干肉絲 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新級版的炸菜肉絲 送麵一樓 真的很好吃 香港就叫這些上海麵 台灣就叫這些做拉麵 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麵條 你叫我一個人吃完這麼多 都可以, 沒問題 不要像我這樣經常吃這些麵 這些麵 吃得多了 肚腩又很大 煮麵 一茶匙鹽 大家會不會在家裡煮湯麵 除了公仔麵之外 苦你們都可以出去吃多了 這個湯就有豬骨 雞殼 冬瓜 還有一些菜寶 骨頭飛完水之後 水滾了之後 中小火煮兩個小時 就可以了 這個天理好像煲冬瓜 不太適合 有時想吃的時候 就不理會它 煮好了 冬瓜湯 煮好的肉絲 灑上大量的蔥花 這個就是我小時候吃的 炸醬肉絲麵 完成 其實很多這些菜式 他都沒有解決我怎麼做 都是憑我記憶之類 就做出來 嗯 雖然味道跟媽媽做的不同 不過肯定我做的味道 就比較好吃 平時我沒有拍片 有人問我家裡吃什麼 我就是吃這些 我就不會做茶餐廳的 都是普通家裡炒菜 蒸肉餅那些多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那些的話 記得留言給我 我之後也會拍多些 好了 今天的視頻差不多了 下個video 山炸雞腿 到時見 拜拜 什麼